早安 晚安 謝謝Akia的冰晶 剛剛地震大家還好嗎 我剛剛大叫欸 好可怕 我真的是永遠都沒辦法習慣地震吧 大概 其實我已經有習慣一點了 晚上好 提早報平安嗎 嗯 是嗎 沒有 對 沒錯 竹竹說你被嚇到 竹竹說我被嚇到 竹竹怎麼知道我被嚇到 我知道 因為我在尋豬 想說竹竹 對 對 因為 因為 住很高 喔 我在看 木曜四超完 阿妹香也還好害怕 對 現在在直播嗎 好可怕 好 小琴還好嗎 還好 還不錯 平安 竹竹通靈 沒有 我們在群組裡面 我有群組裡面說 大家還好嗎 十九樓超可怕的 一家有說 一家有說 一家跟雲爵在 那個房間 呃 坐舍 然後 就蠻可怕的 拔腿 竹竹拔腿就跑 笑死 好久不見 Forky 好久不見 哈囉 Jeff 我真的是 我覺得很 很久沒有那麼 大的地震 有點嚇到 拔腿就跑 我 哈囉小紅 好久不見 你總算跟上直播了 有點久沒見 在忙嗎 哈囉咖哩 謝謝你的玫瑰 酷喔 小琴剛剛在做什麼 聊天 然後我就覺得很 可怕 好久不見 The Puzzles 有在台下見到面 假如我也有首度的話 應該就見到了 可是 沒有仔細看到 每個人 好黑 等一下我跳一下 小心還好嗎 還好 好難喔 太暗了吧 這樣 這樣好 哈囉 晚上好 播音樂 你要聽什麼 太安靜了 隨便 大家有看那個嗎 GO捷運直達 出了新的 一集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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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家嗎 呃不是 是是是 沒有 這是PVP 這是我們辦公室啦 這樣是對的嗎 還是不太對 要上 拉上 對不起對不起 看完了 讚喔 可以去按讚留言分享 可以去按讚留言分享 地震有嚇到嗎 有 因為太可怕了 感謝 哈囉姓偉 阿華 昨天有看到阿華欸 酷喔 哈哈 新北投邊 沒錯 我們去了 新北投展 酷吧 那張海報出來 就被 就露線了 這不是TTP辦公室嗎 哈囉 大家好 原來還在公司啊 對沒錯 我在公司 昨天在門口看 有我們走的時候有看到你 酷 那是他滑嗎 太酷了吧 我以為你們都在滑手機 是地震下到提早開嗎 對沒錯 沒錯 沒有啦 哈囉塔瓦哥 晚上好 我在聽歌 我在聽奇怪的BGM 我的同事都沒有很喜歡聽的BGM Piano Music 他們超討厭 他們超討厭在公演前我放Piano Music 他們就會放另外的音樂 把我的音樂改掉 他們說很想睡覺 剛好有時間去一波 結果後面開了一個洞 讓我看到 真的假的你有看到 我想說你這樣來 你會不會沒看到 酷喔 平安就好 對 我們有在群組問大家平安嗎 大家都還好 只是很晃 大家都注蠻高的 晃 前幾天在光南有看到 嗚吼吼吼吼登上華語流行音樂 點播第四名 很棒耶 謝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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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目的威權呢 什麼威權 今天在TP辦公室 小心地震後開播 沒看到你慌張 我 我剛才就是 在聊天 然後聊一聊天 然後突然它地震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就沒有說 我就說 我就突然靜下來 我就說 欸 地震欸 然後我以為 因為我其實也有 算是習慣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震一下就沒了吧 然後結果 震一震 然後它越來越大 然後就 我就啊 好 然後就去 安全的地方 這樣 下下劍谷的封業 柏林超淡定 繼續玩吉他 喔他也在直播是嗎 強制BGM之類的 不能放別 不行 他們不會理我 超酷的 宿舍很搖 因為 因為太高了 沒開直播可惜了 你說我嗎 不要了 這背景好像靈異的房間 有沒有 這是TP辦公室 我家貓比我更驚嚇 我反而就沒有被 地震嚇到 我覺得這蠻可怕的 因為地震東西 真的是 永遠都不會習慣 就是 會讓我心露一拍 但是我會 淡 我會 慢慢淡定下來 我今天睡覺的時候 有feel到地震 但我覺得應該是假的 這是全台隊友感 有時候我以為是 就是睡覺我不是會很安靜嗎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就想說有在震 但是 應該是心跳吧 哈哈哈 心跳 安靜起來的時候 會聽到自己的心跳 對 可以試試看 記得上次地震 你們剛好跟董事長在 排練團團轉 可是那個 蠻不明顯 可能因為 沒有很高 所以還 就是 很晃 但是 就是 一開始沒有想到是地震 對 剛剛 直播地震很好玩 什麼很好玩 我剛剛還很淡定的在聽YouTube音樂 越高越晃 謝謝CKUMK的幸運四葉草 今天可以早點逛然後回去休息 對 今天看不到福德 今天有熊 柏毅 他是柏毅 他是柏毅 他姓吳 沒有啦 吳柏毅是那個 我幫柏林的熊取的名字 柏林的那隻熊沒有名字 我幫他取了 只有我在這樣叫他 我叫他柏毅這樣 謝謝 謝謝薇如的LOVE 跟玫瑰 我都 我都亂 亂幫別人的 就是 一些東西取名字 就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養一隻貓咪 然後我就叫他CINDERELLA 哈哈哈哈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謝謝檸檬的冰晶 然後他說 他明明就有另外的名字 但我硬要幫他取 叫CINDERELLA 我不知道 反正那個時候 我就很想把他一些東西叫做 什麼 Isabella 什麼 Isabella 什麼 伊莉莎 伊莉莎白 是什麼 Isabella 然後 還有什麼 CINDERELLA 之類的 我忘記好像只有這兩個選擇 他不是叫灰棍耶 他叫CINDE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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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abella Annabella 有點可怕 九九 有被偷目取其他名字嗎 沒有 剛來這是01的房間 這裡是TP辦公室 就跟小婷 小婷叫我胖丁一樣嗎 實際上好像 那天之後 我就不太常叫你胖丁 你又不唱歌 你又不唱歌 你要唱歌 給我聽 胖丁 原來我只是寵物的等級 哪有 哈囉 哈囉 明哲 大洗力 傻瓜又開始大洗力了 可是01的房間怎麼跟辦公室那麼像 可是01的房間怎麼跟辦公室那麼像 就是我們的辦公室跟01的房間有一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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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請問我怎麼唱歌 直播請問我怎麼唱歌 不知道 不知道 嗨 哈囉勇哥 沒有我剛剛有跟勇哥打招 謝謝你為主播提升的忍氣 謝謝你的分享 敲碗姓維哥哥的聲波 敲碗姓維哥哥 嗯 怕您唱歌就看睡著了 現在下來 Steven的告白祈求 耶 哈囉開心 晚上好 現在小君的冰晶 參見角度哈囉 桌子的位置也一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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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TP的辦公室 什麼東西 哈哈 今天有笑場大家 今天是 亞洲技術 亞東技術學院 在笑場 然後今天 我沒有搏 笑屁 幹嘛 然後我今天沒有破音喔 然後但是我要講 欸前面那個人 我要講我 幹嘛 我要講我下去的時候 你剛剛發那張圖片 我下去的時候 我有點站不起來 笑屁 今天笑場覺得如何 好像人很多 很近耶 現在暖洋洋洋 暖洋洋可以 暖洋洋 小屁 真的是很煩 我看 很煩 我真的很多奔圖 我以為我今天還不錯 站不起來 我每次都有點抓不住那個 閃亮的幸運的那個 他們開始大洗力了 好煩喔 我好想看喔 他沒有沒有 我可以開KKBOX 最後一個是 TOKU NUM TOKU MOR T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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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好可惡 就是提早開啊 提早開的部分 小晴就走到T台那 你們聽到那個震動的聲音嗎?好可怕喔 他們一直在發 真的 很久 我也想要會這樣開 我每次都找不到那個 那個點 那個 閃亮的聲音的點 好煩 你真的不要那樣 沒有 這是一個技巧你知道嗎 然後呢 摩摩 你很煩 1 2 3 4 那邊還好 沒有 我是說技巧的問題 不是我累 謝囉 等一下啊 你們想要聽什麼 想要聽什麼 我有一個歌單啊 它叫Lenshu 然後就把 以前 要跳的歌都放進去 可是已經很久沒有更新了 自己的歌單 還有什麼 看一下 瘋狂修圖 瘋狂修圖 小晴一定是要 我很想看 因為我剛剛開YouTube的BGM 然後我沒聽 到 還聽這個啊 好煩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去看了 等我 你們想要聽什麼 練習歌單 對 他們在玩大喜 對 白痴 你真的 你不要笑到那麼 讓我很在意 好嗎 你們要聽什麼 要聽AKB嗎 好 就聽AKB了 AKB48 太多歌了 這樣會隨意補吧 不行不行 好啦等一下我想不到要補什麼 每次表演完 對對對 可惡 好 我知道 我要補我喜歡的歌單 我可以看了 我看一下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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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好煩喔 分享一下 不行 不能給你們 不能被你們分享 誰要分享給你們聽 不要 對 唉 笑死 想聽 什麼 第一段下要直接開播 沒有 我不是討拍 我只是想說 今天有點早 早比較閒 然後好像有點來不及回家 那就先播這樣 等一下我要把它通知關掉 我們直播 我們直播 那我也不分享 欸 噔 噢 沒事 不分享今天小新的直播 直拍了 我今天 這首歌很噁心 這首歌是瓦斯塔的 很辛苦的兩場 你說 笑唱嗎 欸 昨天 喔 今天 昨天的笑唱很 雨很大 然後 然後 欸 是我 剪了頭髮之後 第一場小唱吧 第一場公開表演 然後 然後就在想 我頭髮也太難了 因為 因為 短頭髮然後 會亂翹 然後 唉 我的功力還沒夠 然後就 很濕 然後 今天有褲子比較好一點 今天比較會 今天我的瀏海 就沒事了 大家看到我今天 瀏海超級 穩固 因為我 我有好 我很用心的噴我的髮膠 這樣 可是昨天的今天都很開心 昨天風超大 真的 而且 雨也是要超大 我就覺得 我就看著下面的同學們 我就覺得 啊 同學們辛苦 真的 今天沒有要錄很多首 是喔 開心 我的額頭一起跑出來 對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算了 算了 沒關係 算了 就瘋 對 好好奇昨天的瀏海 可以去看那個啊 光芳發的那個啊 超可怕耶 直接 沒有頭髮 沒有 我在講什麼 沒有瀏海 光芳的 當當當 光芳那個也是 超級無敵 你們之間一定有 雨女 雨女 最近就一直下雨 昨天真的很冷 看一下 我現在在亂放歌 放音樂 我也沒聽過歌 今天的大型開號 他們自己想的 他們說要把我圍起來 觀眾的笑容跟瀏海哪個重要 就是 好看的表演才會 讓大家 開心啊 這樣 而且 算了 都可以了 就是瀏海怎麼樣就算了 反正我真的不太會控制我的瀏海 大型開花花很壯光 你可以下次那個 叫什麼 欸 全員都 到齊的時候可以再一次 昨天也是熊妹第一次 感覺她很緊張 嗯 可是我覺得熊妹 還是不會 就是 還蠻好的 我覺得 我們狀況都還不錯 這樣 粉絲也可以拍 今天 捷運直達的衣服好好看 那天真是又冷又熱 然後又下雨 就是最近一直下雨 然後 我們去拍新北投戰的時候 也是下 一直下雨 然後 然後 就是 濕靈裡 瀏海都濕透了 全英主的感覺很難 就是 對 會很壯光吧 每次職願 捷運直達 每次的衣服 你們三個都會先討論 我們會 我們會先討論 好 就是 以前會分風格 就像是 嗯 第一次是什麼 第一次 喔第一次是露比五叉 但是 第二次 就有點學原風 這樣 打算 然後後來 雖然沒有定主題 但是我們都會先 講一下 可能毛衣啊 就打一下 這樣 我都被地震震大 要忘記看 捷運直達 這一次 應該會那個吧 觀眾爆章 這次我們有那個 泡溫泉的 泡溫泉的畫面 只是可惜沒有泡 我們有泡啊 我們有去泡湯 溫泉 溫泉 溫泉很搭雨景 你去看手印的 酒紅毛衣配白色裙子 好好看 少了一家 一家其實後來也有去 有泡溫泉的畫面 有 去看 是彩蛋 你要把前面都看完 然後看到最後就會有了 衣服風格一致性很棒 對 我們每次對我討論一下 捷運嘴 一家那裡超好笑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我們是那種 聽到溫泉就會去看的 簡單男人嗎 然後開始看 有亂七 直接到影片最後看 沒有他沒有在影片最後 他在中間也有 你們要去看 不只中間我們也有泡泉 泡溫泉 對 沒有泡 泡湯 看完就先把那一段剪出來 聽說跳過 中間也有泡湯 我說真的 真的 不只後面 中間也有 我是說真的 我沒有在跟你們 因為 如果你們看完之後 你覺得我在騙你們的話 一直在跟我說 很喜歡你們捷運直達衣服的同衣服 可是這個是因為太冷了 就一直穿著外套 那我覺得 一家衣服很好看 中間也有 我記得了 對吧 對吧 蛋塔 等一下下播才去看 棒喔 那我先去看了 下次拜拜 泡溫泉不會穿泳裝好嗎 小肉亭 小肉亭 我是哥哥就穿泳裝 對 看到穿 對 昨天的 瀏海 跟捷運直達的瀏海 跟捷運直達的瀏海 也是 就是不要飛要去哪裡 真的有泡 對吧 好 好 謝謝瀏海的小雪人 哈囉小魚 喔 sorry 我昨天去了看那個 首映會 那個 信用假期期 我要講 我為了看那個 然後 我有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在追 雖然沒有到 超級迷 但是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 有在看 然後剛好又有 收到這個邀請 我覺得超興奮的 我就馬上去 講 所以 我想 就是想要去參加 大方要改 謝謝 把電視劇都看完了嗎 電視劇有看完 然後 之前也有看 以前在其他 有吧有電影吧 應該是電影吧 就是 它其實有出蠻多系列的電影 但是 就是 我之前 之前就已經有看過 一兩次 就是 一兩個系列 這樣 然後但是我沒有看 香港那一次 看完會比較好抓一點 對 你會大概知道 他們在 就是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 我就公主篇 一開始 就是 虛弱先前 虛弱先前輩 前輩有來 先講一些話 然後電影才開始 然後他就有講 因為我沒有看香港片 然後他就有講到說其實 呃 公主篇有 有連接香港片 浪漫片吧 應該是 香港片 香港片的一些東西 然後 但是如果你沒有看香港片 也沒關係 因為 它其實是一個 新的故事 主要是我覺得很驚訝的一件事情 是 因為他有說 他其實 之前有演過日劇 然後 虛弱先前輩就是 我們叫什麼Vivian姐姐 Vivian姐姐 他有 就是他有用過日文來演戲 但是 他覺得日文他是OK的 就是比較有經驗 但是這次是 講超多英文 然後 然後 他就有跟我們分享 就是 在一開拓的時候 有跟我們分享說 之前都是 他老公 有跟他說 就是 講英式 欸 對 講英式比較 帥 然後 全程 因為他演的是 新加坡 新加坡的 校舍 就是一個 富豪公主 這樣子 然後 就是他講英文 他有講英文 也有講日文 我忘記有沒有講中文 好像也有 就總之 很多語言 我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那麼厲害 就是看著劇本 然後又講很多語言 然後在演戲 我就覺得太厲害了 英式英文就是 溫柔篇跟轉運篇 對 我覺得看 你大概知道他角色是怎麼樣的類型的話 我覺得比較好抓 就是這個劇情在講什麼 但是我覺得你就普通的去看的話 因為宇玲也沒有去看 就是他沒有在追 但是他看完這個也會覺得 可是我 我旁邊偶爾會跟他講一下 這是誰誰誰 這樣子 指甲有泡到手湯不會溶解掉 不會 呼啊呼啊欸 這三種語言 沒有 哪有那麼會 沒有那麼厲害 Mina感覺沒有看到前面還是 沒有 他有 他沒有看過前面的系列 但是他看過王牌大律師 然後他就說 因為是同一個導演拍的這樣 然後 我只看到我就抓到他最後一次 我就想說 喔是有點想哭 但是我想說 你怎麼會 就我轉過頭來看 因為我都還沒有哭 他哭什麼 這樣 然後我就說 欸 張雨林你看他哭了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哭了三次 我想說 蛤這個假的 可是我前面也超想哭 一開始就是我們哭的點 很怪 然後我哭的點也蠻怪的 然後但是我沒有哭 因為我想說太太早了 一開始第一個畫面 其實我超想哭的 如果你們之後會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記一下 就是前面那個 我不想 因為我不太想要劇透 但是前面有一個畫面 然後一開始那個畫面 我超想哭的 但是 就是很無聊的點 完全不是什麼劇情 但是我就很想哭 然後 然後我就忍住 因為想說 這不是什麼 這不會很好哭嗎 沒有 其實 沒有很好哭 就是不是 不是悲情的 就是 是有感動的點 但是也 也沒有到 喔是一個很 就是很感動的 就是有感動的點 就是會哭也正常 就是能理解 但是比較喜劇 比較多這樣 然後 因為香港片我沒有看 然後後來在 這一部的最後 它有 就是 我覺得 要講這部劇的精華 就是 它是信用欺詐師 就是 就代表那三個主角都是欺詐師 然後他們就會去騙人嘛 當然你會知道主角 我自己覺得主角光黃 他們應該是不會怎麼樣 就是 應該還是會贏吧 就是主角光黃 這樣子 但是你會 你會以為 可能就只有 三成是騙人的 但你後來 你會 就是你看完之後你會發現 蛤? 居然是從這裡開始嗎 這種 就算你已經有底了 你還是沒有 就是沒辦法想像 沒辦法 預料到 它居然是這邊開始 就是這部劇 每一次都會有帶給我的感覺 然後這一次也是 覺得很厲害 很喜歡 Hello Kent 感動的再會之類的 喔 我剛才講完 還沒講完 就是 因為我沒有看香港片 然後它最後還有帶一些香港片的 一個畫面 然後 我想說 就是看到 我很熟悉的觀景 就是 香港的 一個 有一條船 它叫珍寶 然後珍寶號 雖然最近好像聽說 已經不在了 珍寶號 然後珍寶號 它 就是 會突然覺得 喔 這不是我超熟悉的 這樣子 的感覺 就是看到香港的畫面 就是有點小感動 我還蠻喜歡這種被編劇片的感覺 我覺得 我會覺得很厲害耶 謝謝 開心的看好你喔 比原本猜想的格局還大 對 對對對 它這部劇 你無論看什麼 就是你看電影也好看電視劇也好 你都會有一種這種感覺 就是 很誇張耶 很難 我有跟Mina分享 我說 我說對了 Mati 還有敢去拍 對 太挺演的 然後好像被海洋公園收購 就是還蠻 感慨的 嘩嘩嘩嘩 哈囉 羅那烏斗 羅那烏斗 你好 是神的那一條船 其實那個 那條船就是 蠻 是我蠻熟悉的 一個地方 雖然我沒有很常進去 因為它裡面東西蠻貴的 但是我很常經過 那邊 很常去那邊 謝謝尼哥的 艾亞沒丟中 謝謝 啾啾 很值得大家去看 然後因為 因為Mina說 她看過王牌大律師 但是我還沒有看過 所以我在想說 我要不要去 找一下關於王牌大律師 找一個導演 的樣子 喔對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 我後來因為 因為準備要看公主片了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 就是簡介 就是大概就是 講什麼故事啊 還有就是 演員列表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了 千田蹲子前輩 這樣子講可以嗎 千田蹲子 啊這樣 有眼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看電視界 也有看到 千田蹲子前輩 然後我就在說 然後裡面就有 就是好熟悉喔 怎麼這一部 這一部 這一部 這一部電影好熟悉的感覺 有一種 很酷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蠻經典的 你說電影有兩部 另一部沒看會有差別嗎 你說 呃 信用七大十嗎 應該還好 兩部 沒有看兩部的話 還好 但是 呃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 完全沒有看過這一部的話 可能要去 抓一下 那個簡介 對 因為我也沒有看前面那一部 就是香港片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 我還蠻懂的 就是知道 喔還有山浮車馬啦 他真的是很帥 我覺得有點 唉 真的 他很帥 山浮車馬上 炸七十 七 七 炸十 哈囉 小N 哈囉 瑞恩 哈囉 對 還有足內傑 對 QQ QQ 他真的很帥耶 傻眼 就是 我就一直說 Mina 因為 因為我們知道 我有看簡介 所以我知道他有演 然後也知道就是他最後一部 然後 然後就 可是我們因為沒有看 我沒有看香港片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哪個角色 然後我就想說 喔 我跟Mina就說 不知道在哪裡出現 這樣 然後就看他 然後就看他 喔好帥耶 值得一看 我現在 頭髮都不絕 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有些人因為 男主的關係 有點抗拒這一部 可是我覺得角色而言 他很可愛 是嗎 東 東出賞嗎 髮膠還在 所以 還好 對 可是角色我很 我們還蠻喜歡那個角色 說真的 因為他很可愛 從來 沒有 哈囉 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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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阿 說 就是幸運的事情 看電影也是 好開心 很興奮 謝謝君彥的楓彥 晚安玉朝 謝謝冰晶 謝謝瑞朝 謝謝玉朝的幸運 幸運四葉朝 要分享一下幸運的事 沒有 我就說我去了看演唱 好 蠻久之前就這樣 就是 就是還蠻的活動 就是我個人的私人行程 私人行程也不算 就是去看演唱會啊 喔 還去了看那個 我們的 persex的演唱會也看了 然後 收音會啊 這樣 就覺得 很開心 平凡的小確幸嗎 可以去買飲料 小確幸 謝謝咪屋的Kiss Juju 跟 persex沒有更大 對 我有去 跟 就是 雪菸 就是 看了一下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詞語是什麼 詞語是什麼 很開心 看到他們 就是 因為之前畢竟是 很近嘛 跟persex 然後 然後 也有在跟他們的 歌 就覺得 因為我有首歌很喜歡 就是那個 很可以 我真的很喜歡很可以這首歌 就是這首歌真的蠻好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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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沒關係 下輕微 SSKR 失去了 對 對 那天也下雨 前一天吃了很多草莓 哈囉 那我半獎 是說 今天小琴丟海報出去 想讓她看看 對阿 想說 你說 跟你揮手嗎 沒有 是我有見到你 但是我想說 喔 就是丟得有點遠 這樣 你上次說 每天起 喔我有喝耶 我有每天起床都要喝一杯水 因為我覺得喉嚨好乾 但是我沒有辦法忍住 因為聽說晚上 睡覺前喝水的話 會水中 但是我覺得我忍不住 就是會很想要喝水 不過我如果 起床喝水有八十幾率 在公車上會肚子痛 那是 你覺得那是水 不是奶茶嗎 早前早餐店的奶茶之類的 不會吧 喝水 我覺得那就是你身體不好 他幫你排毒 你每天要喝的話 他就不會了 真的 真的 而且這樣比較健康 喝完水然後就是 就是 梳洗 沒有先刷牙 我會先刷牙 鐵線蟲 為什麼是鐵線蟲 真的是水的問題 沒差我是不用那個海報 不過後來有 有學生接到海報傳給我 那你有拿到海報嗎 我今天很好笑 因為我想說你們都在 就是很多粉絲 是第一排 然後 因為有生長牌 然後想說 大概是 可以 可以再 丟海報的時候出去 這樣 然後就說 你們也太近了吧 第一排的人 第一排的粉絲也太近了吧 直接 可以 遞到 前面 但是我說 我不要給前面的 皮板 我超壞的 可以不喝飲料 但每天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欸我沒有 沒有 我有被海報攻擊到 喔 抱歉 因為身體有鐵線蟲 會一直想喝水 我沒有一直想喝水 可是 我 我就是沒辦法讓 睡覺前 我沒辦法讓 就是 嘴巴太乾 我被阿潘的海報 丟到然後噴飛 大家每次接海報的時候 可以 做個預備動作 這樣 然後 然後 有點像什麼 排球喔 然後快要碰到的時候 就打一下 然後就會往後彈一下 沒辦法 大家太快了 排隊的時候 前面就有200 喔 現在現在姓維的麥克風 謝謝 謝謝 拖球的概念 謝謝 辛 辛 羅那 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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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白祈求 太快了 我想說 第一排超近的欸 直接 然後有人拿手機 不是嗎 我想說一定超醜 我就是 我不知道 反正 我的臉 這麼大 這樣 這麼大 不是那是 不是吃麥克風 是 熱唱 那是甜總是喔 哈囉 謝謝Folky 不是 謝謝Folky的 玫瑰 看影片一點都不醜 Tag我喔 很近也不會拍那麼近 會嗎 可是 沒有放大 可是我覺得很近了已經 對阿 氣餓有第一排 對阿 氣餓 我靠氣餓超近的欸 直接笑氣餓 欸我真的是遞 遞喔 應該是氣餓吧 然後我遞 就是我拿起來海報 因為很近 直接遞給他也可以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 默默伸出了手 然後我就說 不會給你 然後我回 我下車上我跟大家講這件事 他們說你好壞喔 我說對不起 是氣餓還是養姐 是氣餓嗎 我不知道是氣餓嗎 是氣餓吧 是氣餓吧 應該是吧 然後我回 我在車上也是一直都問說 那個是氣餓嗎 還是養姐 是氣餓吧 這時候被小型介紹之後 很喜歡這首歌 你說這首歌 這首歌 這首歌是氣餓哪 氣餓哪 小小的小小的 這首歌 認真聽到會哭 比較少見氣的 有嗎 有嗎 不知道 蠻像的 謝謝我孩子 真情告白 告白 告白 謝謝 謝謝 真情告白 我沒有說這個 謝謝 謝謝全力聲援 哈囉紅帝 好玩 好玩 也沒有的好不好玩 可是我覺得這場還不錯 有 很久沒有見SAKURA的感覺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是 快一個月前 也沒有 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笑場 很久沒有SAKURA 笑場 今天有打算開到幾點 十 一 點 十 點 十 十 點 我喜歡這首歌 極力極力的 我喜歡這首歌 極力極力的 因為大家已經沒有在聊 因為大家已經沒有在聊 今天一個辦笑 對 差不多 說到SAKURA 期待明天要買票看公演了 讚喔 昨天混UNI蠻特別的 對 嗯 對啊昨天是 算是 我不知道之後還會不會有 但是 笑唱而言的話 第一次混在一起吧 這樣 因為可能 就是有新陳 其實好久沒有看到小琴 是嗎 是嗎 合照會 我們下次見面大概還有很久 海大舊混第二次了 RESET 很快啦 算 沒有還有很久 RESET還有一個月 一月 不知不覺也兩個禮拜 今天表現很棒 謝謝 明天又是搶票地獄 很棒 趕快 RESET吧 我明天是第一次搶票怎麼辦 不知道要怎麼搶 可以去問 你的朋友們 不知不知 擔心因主人員分配調度 酷吧 很酷 很厲害 現在SAKURA大概 十一個人 連同休息中的夥伴們 努力 DES 我看到你問企鵝要不要海報 但他不為 不為所動 沒有他有 我不知道他要還是不要 反正他就 動了一下 然後他就說 沒有要 沒有要 快去看SAKURA 加油 我們會加油 好 幾首UNI曲感覺會洗牌很多 真的很久沒有看到音主 笑唱啦 第一場公演就獻給音主了 第一場公演就獻給音主了 我們會加油的 動動 動 水 卡 歐 歐 水卡 那麼冬天的時候 來聽夏天的歌 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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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聽老歌 這很老了 這很傻眼 就是很意外的 已經過了很久了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這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 WASTA的第一張專輯 2016年 OMG 四年前 RM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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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唱的AKB歌才叫老 哪有 我們再翻 我們再把它變成中文榜 屬於我們的歌就是 新歌 謝謝淮淮的小熊抱抱 想一下 我們 TTP Festival 不要講TTP Festival 等一下喔 閃亮的幸運 Hive Rotation是201 3 3 欸 不是不是不是 2 1 2011 2011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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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2010年 2010年 是不是 欸 是那樣 對對對 2011年 2010年 Heavy Rotation Heavy Rotation Heavy Rotation是2010年 閃亮的幸運是2018年 很新欸 對 改編就不一樣了 我好不知道是幾年前欸 是2018年的新曲啊 閃亮的幸運 TV現在有翻唱的歌 我們都是 你們翻唱之後才特別喜歡上來 以前就是聽過而已 烏猴感覺更久 烏猴 烏猴 烏猴沒有啦 烏猴是新歌 Hee Su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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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正想說 櫻花瓣的日文版 已經都不只 不只是10年前了 15年前欸 你們看 剛好最近過15週年 TV通通是新歌 然後 我們是2018年 2018年 酷 Hey Uy U primo BiIiIi HELLO 柏林 HELLO 柏林 是嗎 柏林 柏林 吃燒夜 柏林 TB都是新歌 他可能走了 他只是不小心按進來 這樣 AKB總共有幾期生 現在TP 只有兩期而已 一期跟二期 對 AKB本部的話應該到 16期吧 這首歌也很那個 昔 昔 真羨慕吃不胖的 沒有 我明天開始減肥 明天開始 沒有開玩笑的 我開玩笑的 我沒有要吃宵夜 我開玩笑的 為什麼那麼多啊 因為 AKB已經15週年了 所以 一直有 世代更換的感覺 然後就會一直有 新的成員加入 然後也會有一些 想要再出去發展 單非 畢業的成員 離開團體 然後走他們 另一條路 這樣 今天先吃飽 明天才有力氣減肥 不行 我真的最近有點放縱自己 我其實很 我很期待 就是 笑唱結束之後 吃的便當 就我覺得吃便當這件事情 便當這件事 便當這個東西 除了 工作之外 很少會去 故意去叫便當 我啦 我不會故意去叫便當 來吃 所以我就覺得 吃便當 然後 享受便當裡面是什麼東西 也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便當很好吃 只是便當都比較 就是 豐富 哪一所學校的便當最好吃 嗯 忘記了 吃完就忘記 哈哈 台灣的便當 不要三色豆都好 我都吃耶 豬血糕不吃 還有什麼不吃的呢 喔 豆乾 我沒有很喜歡便當的豆乾 台鐵便當你有吃過嗎 感覺好像有吃過 但是 太 少了 不太記得 怕個說法 最喜歡哪個主菜 主菜配菜 欸我都可以耶 真的 我每次都沒有在挑的 就是如果硬要 可能看心情會挑一下 但其實三個 就通常會有三個口味 然後三個口味都OK 那有時候 就是 很趕的時候 我就不會看 我就隨便拿 不會變到還蠻意外的 茄子 喜歡茄子 喔我會先吃菜 然後把菜吃完 然後再吃肉 然後再吃一邊吃肉一邊吃飯 對 然後 嗯 然後留下 豆乾這樣 便當的豆乾如果滷得好的話還是好吃的 可是我可能每次都沒有吃 因為可能我沒有 我並沒有到真的很喜歡吃豆腐 我喜歡吃那種 白色的豆腐 就是 軟的那種 其實也還好 但是可以吃豆腐 像是 那個 火鍋 吃火鍋 我也不愛 加 我也不愛吃豆腐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喜歡吃燉花 你不喜歡豆類 沒有吧 可是我也沒有很喜歡吃花生 我喜歡吃那種 綠色的豆 就是一條的那種 毛豆也喜歡吃 然後 四季豆嗎 也喜歡吃 紅豆也喜歡吃 黃豆 也還可以 還有什麼豆啊 碗豆也吃 可以吃 靈異豆腐 靈異的豆腐不好吃 我每次都把豆腐給靈異 好 配菜 主菜配菜 主菜配菜就像花色 但是 便當的飯是 骨 加 骨 體 飯煮不好整個就完蛋了 剛剛說什麼都不挑 結果直接講出一段 其實 就是我可以吃 但是 我在講不喜歡的東西 但是 就是如果你要我吃乾淨的話 我不會抗拒去吃那種東西 這樣 白色豆腐感覺比較少出現在便當 我沒有很喜歡吃豆腐 其實 我很矛盾欸 我這個人 怎麼那麼矛盾 而且以前有吃豆腐減肥 大家可以試試看 吃豆腐減肥 很好吃 不過喜歡跟不吃還是有差的 就我可以吃 但是 欸你要我選的話 可能 就是可能不吃 而且我以前都把所有東西吃飽 吃完 但我最近覺得 胃 胃變小了 就沒有把它吃完 皮蛋都不好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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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Mina一樣是很好養的意思嗎? 見仁見智 我以前都說對阿 蠻好養的阿 謝謝姓偉的新夢應援棒 什麼東西 小琴平常會主動去買燒辣便當嗎? 不太耶 不太會買便當耶 燉蛋嗎? 燉蛋 蒸蛋 不是我知道燉蛋跟蒸蛋的差 可是我沒有在台灣吃過燉蛋 我可以介紹燉蛋給你 就是小琴媽媽煮的燉蛋很好吃 這樣 超好吃的 我媽媽煮的蛋料理很好吃 喔 我爸也很會煮蛋的料理 燉蛋就是比較滑一點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阿 蒸蛋是 應該是吧 如果我沒有 我沒有 燉蛋是再滑一點的吧 對嗎? 我跟妳講的是一樣東西嗎? 欸那不是燉蛋耶 欸還是我看錯 不是欸 那不是燉蛋 喔不是我打錯子了 難過 有辣有辣 燉蛋就是很滑的阿 再找 有辣有辣 有辣嗎大家 我有做過耶 有點像甜點了已經 燉蛋已經有點像甜點了 蒸蛋是 鹹的 不是 不是 不是燉蛋跟 嗯 你們去查Google Google 燉蛋是甜的 是有點像 布丁了 沒有動的蒸蛋 可是不一樣阿 因為蒸蛋是鹹的阿 我 我覺得你們沒辦法想像 鮮奶燉蛋 我有試過做 因為聽說燉蛋很簡單 但是 超難的 不是蒸蛋你們不能把 喔有點像有點像 對對對 應該就是雞蛋布丁了 是這樣說嗎 雞蛋布丁跟燉蛋 是不是一樣 好像也不太一樣耶 也不是耶 也不算是 不算是 蒸蛋 是 阿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啦 就是蒸蛋就是蒸蛋 燉蛋就是燉蛋 你們不能把 你們不能把燉蛋 講成是 甜的蒸蛋 我覺得不一樣耶 而且 煮的 煮的手法也不一樣 我在香港吃過 回台灣真的找不到 我覺得台灣可能 你要找類似的 可能要找雞蛋布丁 對 我剛剛想了一下 對耶 比較像雞蛋布丁 可是又不是布丁 它不是雞蛋布丁 第一次聽到 你們可以 可以就是 要加鮮奶 要加鮮奶 我做的時候有加鮮奶 但是 好像不用也可以 但是就會沒有那麼 就會很淡 很淡的味道 其實不是布丁 因為布丁要用 那個不是嗎 布丁要用焦糖啊 好難喔 好難講喔 燉蛋就是雙皮奶 雙皮奶 我也知道雙皮奶 可是雙皮奶 雙皮奶有了 好難看 嗯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雙皮燈蛋 啊 雙皮燈奶 可是 雙皮奶是牛奶加很多 嗯 差不多 雙皮燈蛋 鮮奶燈蛋 香港那種甜點 是 是嗎 兩個都是用蒸的 好難講 它比較類似甜點 這樣 你有聽過燉蛋嗎 可是我覺得 燉蛋不算是香港的吧 咱們醬 不行 來咪咪咪咪咪 中式甜燉蛋 是用雞蛋 牛奶 糖 燉製而成 冷食 熱食皆矣 而日本的鹹燉蛋 被稱為 茶碗蒸 那 朝鮮半島的鹹燉蛋 被稱為 基倫珍 法国的焦糖炖蛋 虽然称为炖蛋 但它是以烤的方式制成 并非炖蛋 就是焦糖烤布雷 虽然被叫做炖蛋 但是它其实用烤的方式 并非炖蛋 日本的咸炖蛋 因为茶碗蒸也是咸的 诶 这个专辑我都蛮会调的 酷喔 不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有点像茶碗蒸 但是茶碗蒸没有加料的版本 然后再加上它是甜的 好 这样子讲 好 我们居然可以把炖蛋聊那么久 真的蛮厉害的 你们可以去看啊 就很多炖蛋的制造方法 你们可以去看 好 这两个都是漆的就对了 大家肚子有饿了 炖蛋真的很好吃 对 好久没有吃 我也蛮喜欢吃炖蛋的 因为毕竟我没有很喜欢吃 叫什么 烤焦糖 什么 等一下 是什么啊 焦糖 炖蛋 焦糖 烤布雷 算了 没关系 焦糖 烤布雷 焦糖烤布雷叫炖蛋 但是焦糖烤布雷有焦糖 就是有点苦苦的 我没有很喜欢吃焦糖 焦糖有时候好吃 有时候不好吃 但是很苦 因为很苦 有时候吃的 吃癖 顶功扇 有时候到下 你要吃了 好想吃 你才能不能忍赖 美容的魔独 你看看 在你的了解 所以 光是有时候 如果用大量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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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次現在的焦糖烤布雷蠻好奇 可是這次現在的焦糖烤布雷沒有焦糖到吧 就是真正的焦糖烤布雷上面是會烤過 然後就 然後前面是脆的 烤焦糖 等一下吃個雞排好了 你這句話跟我們剛剛的話題完全沒有關聯 看到沒有吃但選了羊汁甘露 羊汁甘露有聽過嗎 有 羊汁甘露台灣有嗎 等一下 玩仔翅 好想吃喔 玩仔翅大家有聽過嗎 是玩仔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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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是飲料也可以算是甜點 玩仔翅 玩仔翅 翅 翅膀的翅 是香港的小吃耶 好久沒看到 玩仔翅很好吃喔 只是有點軸 沒辦法每天吃 沒辦法每天吃 就有點像玉米濃燙 沒辦法每天都喝這樣 沒有啦 我沒辦法每天都喝這樣 好想說 其實台灣還蠻多 各地的小吃 因為 連雞浪仔都有了 格仔餅 格仔餅 也算是有吧 就是 有時候鬆餅 蠻像的 羊汁甘露 如果今年台灣很紅啊 小型一定沒有喝 叉叉或萬博 叉叉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魚翅羹嗎 它是仿魚翅羹小吃 它不是魚翅羹 但是差不多的東西 玩仔翅也好吃 文仔翅 遠跡甘露 那口感我不敢喝 結果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台灣有得吃碗仔翅 好像有 他們說有 但是我好像 喔 我有吃過差不多的 喔 玩仔翅是不是有點像 那種什麼肉羹 我覺得蠻像的耶 我現在想回想起的話 蠻像的 不仔糕 欸 我不會唸 不會唸 不仔糕 超像吃 我每次回家都跟我媽說 我想要吃不仔糕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叫他們 去幫我買 然後我第一天 我去年 喔 今年都沒有回家 二月的時候回家 然後 我媽就幫我買好了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他說要送給小滴 哈哈 因為我是 今年 我是今年 呃 今年回家的時候 有跟小滴一起回家 就是一起大輩子這樣 魚吃肉羹 很多店都有買 對 那我有吃過耶 可是有點不像 因為 喔 不一樣 不是不像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畢竟他是肉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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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終於黃筒還是八筒 嗯 嗯 都挺喜歡 是 最高的 一定要加紅醋 我蠻喜歡的 黃筒還是八筒 嗯 喔以前不要喜歡黃筒 但是 欸 喔以前不要覺得八筒 但現在不要覺得八筒 八 應該是 嗯 不在勾 要多紅豆 對 精髓就在紅豆 一顆一顆超好吃的 有機會你們一定要去吃吃看 雖 雖然 雖然台灣好像有點難找到 應該是沒有 還是我來開一家店 我開一家店 我開一家店 熱賣 然後我還不會唸 超級不會唸那個字 請問有人可以再告訴我 那個字怎麼唸嗎 那個字 該怎麼唸 不在勾 開一家店 開一家店 我會唸 我會唸廣東話啊 我不會唸國語 波 波仔高 波仔高 好怪 波仔高 我看一下 經典 香港經典小吃 腸粉 腸粉好吃 還有什麼 年花糖 粉果 粉果不好吃 不喜歡吃粉 豆花 豆花是大家都是 大家都說到處都是經典小吃 還有什麼 魚蛋 咖哩魚蛋 魚蛋很久 很久沒有吃 這是什麼 鵪鵲蛋 鳥蛋 鳥蛋台灣有 雞蛋仔 雞蛋仔也是 可是現在也是到處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你想要吃你就可以找得到 雞蛋仔 還有雞蛋糕這樣 我也喜歡 它有蛋塔 蛋台也是香港很有名 但是其實蛋台也是到處都可以找到 沒有興趣沒有興趣 龍酥糖 大家有吃過 應該有吧 有啦 龍酥糖 是嗎 龍虛糖 龍收糖 龍虛糖 嗎 很好吃 是 杏仁餅 超棒 好棒啊 龍虛糖 三哥米歇 真的假的 三哥 好想吃喔 龍虛糖跟丁丁糖 好想吃喔 再看再看 波仔糕 燒麥 燒麥 菠蘿包 菠蘿包也有 燒麥 燒麥 魚蛋 跟 腸粉吧 我猜 經典 經典三 三兄弟 麥芽糖 麥芽糖就還好 因為會黏 黏牙齒 黏牙齒 西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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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多士好吃 可是很有 它有什麼什麼 豬仔包 豬仔包也很好吃 當然 金釀 金釀三保 大家有聽說嗎 金釀三保 金釀三保 蛋三 粉果 棉花糖 白糖 白高糖 酷喔 跟你說的好 我明天去吃港式飲茶 我跟你說港式飲茶有的 有的東西還是沒有的 嗚 太厲害了 絲襪奶茶 絲襪奶茶 我剛認識每個香港人聽到三個 麵線就跟教主剛剛的反應嗎 好想吃三個 喔 可是我還好 其實三個 我比起三個比較喜歡吃那個 另外一個 彈仔 彈仔 我比較喜歡吃 不是兄弟 不是三個 雖然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都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差不多 舌頭都一樣 就都差不多這樣 香港還蠻有的 糖蔥 薄餅 那個也好吃 那個超好吃 我心裡很便宜 大哥大家 也不是大哥啦 就是 嗯 總之不是哥 柔蘭 柔蘭 撈麵 撈麵 以前 Seven有買撈麵 那個撈麵 蠻好吃 叫什麼 撈麵王 炒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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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同一家公司啊 不是 我以為一直都是同一家公司 只是它有分開 它有分開 彈仔還是三個 炒麵王 朋友說 點菜要跟店員說走兵 感覺很累 沒有 平常就會這樣走 就是去兵啊 去兵跟走兵是一樣的 等等你說的是香港小七吧 對啊 是香港小七 港幣11塊買一送一 現在應該漲價了吧 我猜 都已經幾年前了 三年前 好可怕喔 三年前欸 傻眼 香港糖水店的甜品 啊 我以前也很愛去 就是我們 可能吃完飯之後 就跟朋友聚餐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會說 要不要再續一家 然後續一家我們通常不會去吃冰 我們就會去糖水店 就跟甜品店一樣 但是 就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網美 店 可能有 呃 什麼 紅豆湯啊 什麼之類的 布丁啊 什麼之類的 我忘記了 反正有很多東西 喜歡 我發現教主喜歡吃的 我家附近都有得買 當然啦 我說的是 香港經典小吃 小吃 到處都有 嗯 對 每每道去都有 但是 去了第二個地方之後 就不要小溫度 什麼 上去吃 港式火鍋 說走兵 因為這裡是台灣 紅豆沙 綠豆沙 是的 好啦 好像差不多了 我可以唸個排名 今天的排名 11點 第十名是蛋塔 謝謝蛋塔 蛋塔好吃 第九名是 CKUMK 謝謝 CKUMK 第八名是 薇如 謝謝薇如 第七名是 Martin 謝謝Martin 第六名是 開心 謝謝開心 第五名是 尼哥 謝謝尼哥 第四名 第四名好像是 田中 嗨 不知道在田中 第三名是 Steven 謝謝Steven 第二名是 懷懷 謝謝懷懷 然後第一名是 幸維 謝謝幸維 怎麼變這麼黑了 哈哈 感謝 每年去香港 每年去香港挖寶找糖水店 我記得是哪裡呢 深水埗 不是 旺角 旺角也滿多糖水埗的吧 旺角嗎 還深水埗 不是深水埗 旺角吧 對旺角 旺角有一條街 然後他大概有三間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三間糖水埗 糖水店 沒燈了 三水埗多低 是喔 好久沒去 好吧 大家晚安 頒獎晚安 謝謝你 晚安 嗨柏林 拜拜 晚安 大家晚安 我要關了 我們下禮拜見 好像是禮拜一 應該吧 下禮拜見 下禮拜直播見 希望 大家平平安安 今天雖然有大地震 沒有大地震 有地震 這樣 歐子 拜拜 拜拜 晚安 謝謝大家看我直播 謝謝大家來笑唱 RESET 明天開始搶票 記得不要忘記 來說晚安 頭部晚安 晚安空空 拜拜Forky 拜拜 大家拜拜 晚安